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咱们要聊的是一位实力派男演员,陈毅 这位湖南小哥哥可不是等闲之辈 他的演艺事业可谓是从小角色跑龙套开始 一路向上,最终以青云之中的林鲸鱼一脚红遍大江南北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揭秘陈毅的娱乐传奇之路 陈毅,本名副诗奇,1990年出生在湖南省槐画市陈希县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这位帅气的小哥哥可不仅仅是颜值高 更是实力派演员的代表之一 他的演艺生涯可谓是从电视剧《唐公美人天下》开始的 这个时候的陈毅还是个小人物,大家可能都没怎么注意 但是,小角色不代表小演技 陈毅在每一个角色中都用心演绎,逐渐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2016年,《青云志》的播出可谓是成毅演艺事业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这部古装仙下剧中,他饰演的林晶宇虽然不是男主 但却收获了超高的关注度 成毅在《青云志》中对林晶宇这一角色的演艺可圈可点 林晶宇作为青云门的弟子 他的形象在原著小说中已经深入人心 对于演员来说,扛起这一重任注视不轻松 但是成毅却在演技上展现出了惊人的突破 将这一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林晶宇的性格特点,成毅把握得恰到好处 他在剧中塑造的林晶宇不仅有助线下剧中常见的英俊外表 更是在细节处理上下足功夫 从角色的眼神,神态,到言谈举止 成毅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功底 尤其是在剧情高潮的时刻 他表现出的情感爆发更是让人为之动容 成毅对于林晶宇这个角色的理解深刻而透彻 林晶宇的成长历程,内心矛盾 成毅都通过细腻的表演将之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表演既有深情款款的一面 又有英勇无畏的一面 成功地为林晶宇这个复杂多面的角色赋予了生命力 除了情感表达上的精湛 成毅在动作戏方面也表现得游刃有余 林晶宇作为青云门的弟子 拥有精湛的武艺是必备的素养 成毅在打斗场面中展现出的伸手矫健 气宇喧昂,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动作戏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紧凑有力 呈现了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的形象 而成毅对于剧情的把控也是可圈可点 在剧中,他对于角色情节的把握非常到位 每一个情节的发展都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的成长和蜕变 他的表演不仅仅是简单的演技展示 更是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和诠释 想象一下,一位飘逸冷峻的青云门弟子 那气质,那贤气 成毅完美地展现了林晶宇的形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叹编剧的眼光 一眼相中了这位当时还相对年轻的演员 为他打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成毅不仅仅在剧中展现了林晶宇的英勇形象 更是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靠住这个角色 他一跃成为了娱乐圈的新生代男演员 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成毅的演技、颜值 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除了在影评上的表现 成毅还涉足了大一幕 2012年,他完成了个人大一幕《处女做鬼爱》 这一跨界的尝试也证明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多面性 而随后的电影作品《原谅我》 《白不及爱你》 《女生宿舍》也都成为了他演艺路上的里程碑 而琉璃更是成毅演艺事业的又一亮点 在这部《古装仙侠剧》中 他饰演李泽公弟子宇思凤 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宇思凤的雄姿勃发 英勇奋战 成毅再次让观众见识到了 他在古装剧中的过人表现 不得不提的是 成毅并不满足于一味地在古装剧中徘徊 他的作品涵盖了各种题材 如法制题材电视剧底线 都市剧《南风之我意》等 展现了他在演艺道路上的多样性 2023年 成毅更是掌握了百度费点元宇宙之夜的 百度费点年度影响力男演员奖 可见他在娱乐圈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而接下来 他领先主演的古装武侠剧《莲花楼》和都市剧 《南风之我意》也必定会再次引起观众的关注 总体来说 成毅在《青云之中》对林静宇的演技可圈可点 成为了整个剧集的一大亮点 他的表演既有深情款款的一面 又有英勇无畏的一面 成功地为林静宇这个复杂多面的角色赋予了生命力 期待成毅未来更多的精彩演出 也期待他在演艺事业中再创佳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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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